刚刚带着各位看一下那个设定要注意的地方 那这个是通常是只有第一次 只有第一次处理注意一下就好 所以左边确认你要录的是这一个萤幕 那如果是这一个萤幕它就会出现镜像 如果你要录的不是这一个萤幕 那它就会出现那一个萤幕的状况 就是它会出现你要录的那一个萤幕 那有这种镜像这个回圈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你要录的那个萤幕现在正在看自己的萤幕 所以那个萤幕里面有萤幕 里面又有萤幕所以这是正常的 所以你就在这里去选好你要录哪一个萤幕 然后这边就选你要录的哪一个声音的来源 那通常每一个人的那个设备都是固定的 大部分的人不像我们这种常常要拆拆装装 那所以你第一次设定完之后通常就不用改 都不用改然后设定那边就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你存到哪里那个位置稍微留意一下还有解析度 所以这一二三第一次改完之后以后都不用改 那不用改之后你要怎么开始录呢 其实很简单你就OBS一打开你就直接按开始录影 直接按开始录影所以等一下我先示范一下 然后各位就可以直接开始试录 所以你按开始录影之后 其实他就已经正在录这个整个桌面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OBS先缩小 缩小的话他的左下角这边也会出现这个OBS 就是你的那个画面上会出现一个红点 表示他正在录影 他有在录影的意思 那所以你就可以可以开始在上面做教学 在你这一个荧幕上做教学 那所有这一个荧幕上会出现的任何东西 包括声音 那他就会直接帮你录进去 所以你就我现在就假设我现在正在做Canva的教学 那请各位打开你的专案 然后专案里面呢 你的资料夹里面你就去打开你的档案 然后点点点 然后你甚至有一些什么 放大缩小 注意这个地方 学习很重要 登登登 好 那好了之后呢 好了之后你就把你的OBS打开 然后停止录影 这样就录完了 那如果你比较CARE前面 前面这一段有这个OBS的 的那画面 跟后面要关掉的前面这一段有OBS的画面 那我们等一下在那个剪辑那边就可以处理掉 那或者是说 你在设定那边他没有那个快速键的设定 那快速键设定好之后 你以后直接按快速键就可以启动 你就不用再把这个画面打开 好 所以请各位 我们给各位 五分钟 各位先去试录一小段 你就假装你要上课 然后开始试录一小段这样 好 可以吗 好 麻烦各位就开始试录一小段哦 好 好 五分钟 现在是 40分 那请各位 OBS试录一小段 好 我们进行到 45分 好 进行到45分 解析度就是设定1920x1080p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他你录影要他要变成MP4选MP4档案的时候 他的预设的解析度是多少 好 所以如果你以后要 你要传到YouTube要是1080p的就请你选1920x1080 好 各位模拟 模拟一下那个录影 录影的桥段把你要放在桌面上 就是你要操作交给学生的东西 比如说电子书就把它打开 好 然后就假装讲解一下 然后 录个两三分钟 五分四五分钟 好 我们录到10点45 好 他会存在你的预设 预设的资料夹 好 通常就是在你的那个 user 的文件夹的那个录影的那个资料夹里面 好 会在这个地方 好 那个 现在网路还是没有很顺 所以我的画面都差不多要三到五秒才会跑到各位的 镜头上 好 跑到各位的桌面上 好 他的预设是在本机的影片资料夹里面 好 除非你有改过刚刚那个设定里面你有改过预存的位置 好 不然的话就会在这边 好 你录完影之后你可以去资料夹看一下影片有没有在 好 那可以直接把它点开来看 好 好 这个部分我们各位练习到四十五分哦 好 所以如果你的荧幕 我们现在一般的二十四寸的荧幕都是 1920×1080 所以他会自动出现1920×1080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荧幕不是这一个比例的 好 如果你的荧幕不是这个比例的话呢 你的 那个 解析度这边就要选不一样的 好 那因为我的荧幕两边都是 这种比例的 所以我就出现只有这一种的 好 所以这应该跟荧幕有关系 然后其实在OBS里面 他其实也是可以做调整 好 比如说你这个画面 我可以指录某一个部分 我可以把他放在 把他缩小去录 我也可以把他拉大 指录某一个区块 好 在OBS里面是可以调整的 是可以调整的 但是这个都是进阶用途 我们今天就不讲进阶的部分 我们今天讲一般的桌面录影 录出来是黑屏 你这边有选吗 你这边有选说你要录哪一个荧幕吗 这边要先 用选择设定那个显示器截取 确定你是录这一个画面 好 好这一个桌面 那如果你没这边没有选的话 你录出来就是没有东西哦 好 那个来源的部分 好 那来源的部分 你除了在这边 这边他会根据你的荧幕的比例去 可以做选择之外 你在那个 等一下我们用剪辑的那里面也可以改 那个比例也可以改 不过就会 就会变形或者 只取到某个区块 如果你把它缩小 的话他就是会 会有部分是留白的 所以这个在录的阶段 跟在那个后面剪辑的阶段 都是可以修正的 好 那如果你的电脑会卡档 请你看一下工作管理人 你看一下 这是你电脑现在的效能的使用的状况 那所以如果你开了OBS之后 你的CPU就飙到很高 好 那就表示你的电脑可能不太能够负荷 好 像现在 现在我开了MIT 然后 又开了OBS 光这两个而已 就 百分之六十几七十几的占用 我都还没开始按录影 记忆体也都快满 所以就表示你这台电脑的效能不是那么够用 不是那么够用 好 所以这边也可以稍微判断一下 你 那个李老师 你应该是你的那个显示的驱动程式 太旧了 所以 你要看一下你的主机板或者你的笔电的型号 去原厂抓一下最新的驱动程式去做更新 因为他的那个更新过的那个解码器的那个程式 编码器解码器的就会有有修改 那你可能是这个部分的问题 就像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啊 有时候也会因为突然 突然那个就是出现一些bug 然后 他们显示卡的驱动程式就要去做更新 那更新完就可以正常显示 不然的话游戏有时候 就会有一些什么放射线啊 奇奇怪怪的状况 大概是这样部分 那像这种录影剪辑的部分都会跟 跟你的显示有关系 显示驱动程式或者显示卡驱动程式 所以那个电脑啊 或笔电啊 其实你一阵子之后就要去检查一下 有没有 除了那个windows本身的更新之外 你的驱动程式也要去做更新 甚至你的电脑的bias就是那个韧体的部分 也要去做更新 这样比较不会有有问题的 不懂的话没有关系 就直接找你们的电脑老师 因为这个对对你们来讲可能会 对一般老师来讲会有有点困难 难以理解 那对电脑老师来讲 就是他们会蛮清楚的 只是说这个是要花时间的工作 所以你去找他的时候不要忘记 带杯咖啡啊 带点水果去慰绕他一下 因为这个要花一点时间 要选哪一个才是纸桌面 在那个显示器 你在按这个加号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显示器截取 这个才是你的桌面 陈老师问说我在桌机做远距教学 OBS的视窗截取 截取装置跟显示器有何区别 而且截取装置是直接 直接从你的网路摄影机进去的画面 就不包含你的电脑的桌面 但是如果你是用我们刚刚那个IPVO的那个程式有没有 然后 透过那个程式 然后把它打开放在桌面 那其实感觉是差不多的 感觉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 如果你想要在同时呈现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你的视讯镜头 看到你在黑板上上课的样子 然后你的右边又还要有电子书教材什么的 那你就必须要视窗并列 这时候就要选桌面 选那个监视器桌面 不然的话你如果选那个视讯来源 那他就只能抓你的webcam 你就看不到桌面的其他东西 软体编码 软体编码在设定这边 设定这边 输出这里 荧幕的输出这里 这里就有一个录影格式 这边就可以改格式 那你的电脑比较新的话 通常都可以录MKV 那有的人电脑比较旧 或者他驱动程式没有更新 你选MKV他会不让你录 他或者就会出现错误讯息 所以你把它选回MP4应该会正常 MP4是比较通用的格式 所以刚刚那位老师有可能是选了MKV 造成的问题 那个编码器不能配合 好 那以上各位应该都有录了一个画面了 对不对 都有录一个画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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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